在这个特别的五月温馨感恩的季节 玉璃旧国团前进部落办理亲爱的系列活动 邀请社区民众以及学校师生一起来说亲爱的谢谢您 度过一个很不一样的感恩节庆祝活动 部落里面可以看到很多都是阿公阿嬷在带孙子孙女 阿公阿嬷早就已经是隔代教养的爸妈 所以玉璃旧国团在五月这个温馨的季节 也不要忽略了阿公阿嬷 担心的父亲或者是其他长辈 此时他们的名字都要叫妈妈 我们志工呢做了一百朵的向日葵笑脸来带动唱 我们希望让整个氛围能够很活泼温馨 那这边也让我们的阿公阿嬷有动态有静态的一个享受 玉璃旧国团前进部落办理亲爱的系列活动 邀请了社区民众以及学校师生一起来说 亲爱的谢谢您度过一个很不一样的感恩节庆活动 玉璃旧国团结合了社区资源 卫生所图书馆 一销宣导单位以及玉璃 观音国校文件站 前进偏乡社区办理亲爱的系列活动 让参加活动的老老兽兽 大家相聚之余 又可以增长卫生保健以及防灾的相关知识 可谓是一举数得 让这一次的母亲节感恩活动更具特色而圆满 记者高雄双玉璃镇采访报道